高坤 高坤是1933年在上海出生 他在15歲時 跟隨家人搬到香港 在高坤成長時 電話網絡是由銅線連接的 不過銅線很容易在惡劣的天氣下 受到損壞 因此,高坤就提議使用光度纖維 傳輸語音數據 光度纖維比銅線有較高的性能 和會流失較少的數據 使用光度纖維的電話網絡效能 可以得到巨大的改善 光度纖維是由純度很高的玻璃所製成 所以透明度極高 混在光的數據會在光度纖維裏作傳輸 當數據的光射到光度纖維的內壁那時 就會發生全內反射 光線會被完全反射到光度纖維裏 因此,光線可以在光度纖維的表面離開 而是沿著整條光度纖維傳輸到尾端 一條比人類頭髮更幼的光度纖維 同一條兩米粗的銅線有相同的表現 在1981年,第一個使用光度纖維的電話網絡 首次面世 自此以後,高坤就被譽為光纖通訊之虎 有了光度纖維,我們現在才可以有更好的電腦網絡 傳感器和電力傳輸的媒介 光度纖維的發明令我們更有效地和其他國家的人溝通 以及在收集數據時,可以作出更精細的測量 不過直到2009年,他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很多人都說這是慈禮的榮譽 當時,高坤已經說上阿滋海蜜視症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阿滋海蜜視症是一種腦退化的疾病 俗稱腦人癡癌症 病症包括語言障礙 很難記得最近發生的事 甚至很難可以單獨處理一些簡單的任務 在2003年,高坤剛剛確診患上腦退化的時候 起初他會經常忘記自己在哪裡 後來甚至忘記,說不到話 跟一個小孩沒什麼分別 高坤的老婆曾經問他 你還記不記得我是誰 高坤就回答他 記得 他的老婆又說 我怕你會遲早將我忘記 高坤就說 不會,絕對不會 他所有的學識 甚至是花盡半身研究的光纖技術 他都通通忘記了 但是沒有忘記默默在背後支持 和悉心照顧他的老婆 高坤在2018年去世 享年84歲 天下